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道理 透过戏剧演出 都变得简单易懂 其实要跟孩子分享的就是 其实真的每个人 多多少少都有戴一个面具 在我们的脸上 那就是像我们有一些 可能不可告人的秘密 没有办法告诉人家 你就是压抑在心里的话 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那你就是承认 我就是很软弱 我就是有缺点 这个时候你愿意敞开心 让人家来帮助你的时候 你心里会更清爽 每一场戏剧表演 从排演 道具准备 与服装制作 都是志工妈妈 利用私人时间细心打造的 虽然这样会减少 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但是可以跟更多学童 分享人生经验 他们说就很值得 有时候像我太晚了 没有一件小孩 小孩会生气 而且是我太回到家 小孩已经睡觉了 他会害怕 他甚至有时候做 我梦醒会哭 但是我会跟他解释 但是他会突然 发现我们互相工作 小孩子也知道 其他的小朋友 也很需要有这个爱 志工妈妈每一次的演出 都获得满堂彩 希望有更多亲子观众 透过欣赏戏剧 增加彼此的互动与关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